英靈法會 欸 這個也蠻多人詢問的唷 這太多人詢問了 但不管是什麼樣的理由 就是英靈法會 不管是什麼樣的理由 我們是不以超度為主 是 我們是以照顧為主 因為你不能強行的把 他未出生的英靈給趕走 對 這是不行 既然有這個緣分的話 因為是在這邊 就是你可以以 就是我們太子啊 就是神明 去照顧這些英靈就可以 但是我還是要熟悉講 就是你一定要拿出你的誠心誠意 對 就是你想要照顧他的心意 其實他們是會收得到的 因為他其實會跟在父母身上 是 對 不管是他離開 或是不離開 或是你心心念念著他 我覺得這個都不打勁 只要他能收到你的 你的心意你的功德 這樣就夠了 對 但他是想離開的時候 他就會就是安靜的離開 那你心裡應該其實也放得下 了解 報名我們英靈法會是未出世的 是 要記得你要幫他取消 所以還沒有取名字 就是小明 如果你當下不知道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幫他取 不管是小明啊 或是小美 就是你幫他取一個名字 你自己記得就可以 OK 那你真的是一定要取 不然你會找不到 對 用意在這 太陽 我會不會有 所以我會不會有 很豐富的 你會不會有 很豐富的 你批評